推出兩張考卷試題照片 民進黨立委林靜怡 18號在臉書發文表示 台中市中民國小四年級社會科 期中考考卷 滿滿的置入性行銷 行銷市長的政績 包括了盧秀苑市長這兩年多來 還設法增綠、瀏覽、努力打造移居城市 以及現任台中市長是誰 林靜怡讚嘆出題老師真的很愛盧市長 不過大可以在課後參加盧市長的後院會 何必置入行銷在國小四年級學生考卷上呢? 文莫還說這個考題第一時間 表示反感的不是家長 而是小四學生踢爆的 對此台中市政府教育局表示 教育局與市府一直保持教學自由的態度 不會也不可能干涉學校的出題類型 教育局會再提醒各校出題多注意 而針對中民國小的考題 校方19號發新聞稿表示 初期老師依據遠見雜誌對台中的相關報導 對社會科的學習主軸 家鄉的機構與組織 家鄉的交通 家鄉的人口等 並結合台中學的概念 誘發學生思考認識家鄉 對於這份試題 造成孩子、家長與社會的疑慮 真感遺憾 未來將會多方涉獵不同文本 使閱讀文本能夠符合多元社會動態 也將努力教學 持續教師的專業成長